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特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戰隊Q&A 現在是2022年的10月16號 TS被淘汰了五個小時後 所以我們要做一下今年的戰隊總結 我們今年季初有做過 沒有 今年沒有 今年第一次嗎 這個是年度總結的概念 今年年初我們都沒有 對對對 做戰隊這麼隨便的嗎 第一個問題 去年年底的時候 起Mustake來 原因是什麼 還有目的是進行什麼 這樣嗎 引進Mustake的原因是 為了賽訓 戰隊建立嘛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宗旨 就是希望 進來的年輕選手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培訓 而不是去找一些既有的選手 進來抱團 然後出去拿一些獎像這樣 我覺得這樣是沒有意義的啦 對我來說就是 培育選手是 富裕這個電競產業很重要的一環 能夠找到一個世界冠軍的隊長 甚至他在 因為當年我在TPM 當年的賽訓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由Mustake在負責的 我認為就是 全台灣除了他以外 沒有人更適合這個賽訓的位置 只是說 因為Mustake這幾年他工作真的很忙 他也自己開公司嘛 所以我也是真的三顧茅庐 好不容易才把他請來 所以今年真的很感謝Mustake 就是他過來幫我 分擔了很多賽訓的工作 不然第一年其實 接手這個戰隊的時候 幾乎是每一場的訓練賽跟什麼比賽啊 還有一些BP環節的東西 就是其實讓我滿沛神的 因為我們去年其實所有人都第一次 我第一次當戰隊老闆 我們的後勤教練團也是第一次當教練 甚至我們的選手也全部都是第一次上職業聯賽 我們所有人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其實心裡是非常不放心的 所以每一場賽訓我都是很嚴格 應該說很嚴厲吧 我很嚴厲的去督促我們的教練 跟你電話想有沒有不接 啊 忘記了你不敢接老闆電話 雖然最後的成果是好的 但其實在這個過程非常的辛苦吧 就是甚至搞到我第一年很多時候直播都 沒有體力再去做直播了 但是我如果不做直播 其實這個沒有接兩戰隊嘛 這個會導致一個惡性循環啦 所以今天找Mustake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一來他做賽訓的位置 比我有說服力 二來我也可以多出很多時間去好好的做直播的工作 可以給選手更好的訓練環境這樣子 你對BYG哪位選手的經驗表現你覺得最滿意 就是你覺得牽他超值得這樣子 超值得喔 那你這樣講出去不就暴露他們的薪水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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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講 CP值 現在選手也要聊CP值 沒有沒有那你就講誰最滿意就好 不論誰最滿意喔 對 不論薪水的狀況 教練啊 後勤 不論誰都可以 對誰最滿意應該是 沒有特別滿意的 例行賽都第六名嘛 你說滿意我怎麼可能滿意 哪個老闆會 花錢養戰隊然後打第二名滿意 但是對個別選手比較感動的是明治 因為他春夏季的狀態就像脫胎換骨嘛 就是他的進步是肉眼可以清晰可見的進步 所以對於他的努力還有他的蛻變 我其實是非常感動的 還有後勤團隊吧 因為我們今年其實BYG多了二隊 我們的訓練室裡面多了一隊二隊在訓練 所以對於後勤團隊就包含文藝啦 就是大家都真的很辛苦 因為多了一隊的選手要照顧 要照顧生活幾局 還要照顧他們訓練的狀況 其實滿困難的 但是大家還是在夏季賽做得很好 甚至上隊伍也有一些輪替的產生 我覺得是一個 對職業隊來說是一個很棒的循環 那剛才有講到成績的部分 那我就問你 今年的成績你覺得怎麼樣 滿意嗎 或是說打幾分好了 其實 艦隊的初衷就是希望我們的賽訓體系 可以讓我們的選手不管是誰 只要你加入這個隊伍 透過我們的培育 透過我們的訓練 讓五個選手可以穩定的進入世界賽 這是我艦隊的初衷 其實滿意外的這兩年都有達成 那今年本來以為成不了 因為今年艦隊其實 我體悟到自己的一些管理用人的方式有點問題 所以其實覺得今年就打算有點任賠了吧 就是春季賽打那樣 但沒想到最後還能放手一搏打進世界賽 所以其實今天的成績 進世界賽對我來說就是100分啦 雖然在入圍賽打得不是很好 但畢竟我們就是一個小資本的隊伍 能夠走進世界的舞台 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希望就是可以把這些不好的遭遇 當作是學習 然後希望來年可以變成我們進步的養分 再變得更強 你覺得目前PCS的環境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們有聽到蠻多關於 賽區的一些八卦 可能需要合併或幹嘛的 那你覺得今年跟明年的狀況 你覺得會差很多嗎 我覺得PCS的現況就是流通率不太高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們都是那些選手 就是從LMS移留下來的選手 一直打到現在 就好比跟我同時騎的算 GIMANI 東山 還有小V應該也算 其實小亮也是 小亮也跟我同期的 所以 我們的賽區有點像一灘死水啦 就是沒有新的人 然後也沒有跟外面賽區交流的管道 所以我覺得賽區合併或者擴大是有必要的 因為主要賽區之所以強 一來是他們的資金多嘛 他們可以網羅一些很厲害的選手 二來是他們的人流也多 資金多人流多 那他們的交流就會比較頻繁 然後可以激出更多的火花 所以他們可以把META理解的更為透徹 甚至可以再昇華到另一個更強的境界 這是主要賽區跟我們PCS最大的區別 所以最近的八卦不是說什麼 我們要跟LJL或那個太平洋賽區合併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明智的決定 雖然看起來LJL跟那個太平洋 可能都是屬於比較偏外卡的賽區啦 但是我覺得大家合起來 並成一個比較大的賽區 絕對可以有效提升這個賽區的競爭力 我是樂觀啟程 明年的期許 就是你對明年戰隊的規劃 目前有一個出貨藍圖嗎 期許當然還是可以進世界賽嘛 規劃來說應該會把二隊做一個更明確的 就是我們應該會固定在每一季的休賽期 固定辦一個徵選 就是讓二隊選手的流通率可以變高 就是可能提高汰換的頻率啦 然後也讓二隊這個制度可以更加的明確 就是一隊打過好的就可以很快的用二隊的選手來替換 這是對明年的規劃 這問題比較尖銳一點比較更改一點 就是貓藍的後續狀況怎麼樣 貓藍的後續狀況 這應該你比我清楚嘛 沒有 當然當然是分為我們來講 還是我們鏡頭轉過去 沒有沒有 不行沒有 不行 沒有你來講 我講是貓藍現在就是在二隊打中路 RELT主辦的那個比賽我們 BYG的二隊是以我們賽區第一名的資格去參加的 反正我們第一round啦 在小組賽是打那個6比0全勝的戰績 就是貓藍在二隊打得非常不錯啦 就必須這樣講 就是他有維持住去年世界賽等級的身手 這一年主要都是Mercedes在跟他溝通一些教育的東西啦 但其實這種東西你說要交忙好像也不用 因為人嘛就是犯錯就是最好的導師了嘛 作戰隊管理的當然就是時時刻刻提醒他這些事情 然後最重要的還是要拿出實力啦 電子經濟就是實力說話嘛 你如果拿出實機 其實你過去做的什麼事情 也比較快可以被人家淡忘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應該對這個隊伍負起一點責任 最近看了那個NBA的2008救贖之隊 貓藍應該要當一個救贖總單 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一個更強的境界 來償還他當年就是世界賽對戰隊的 這個傷害啦我覺得 今年一整年的花費 花費 對對對 跟去年相比的話 今年其實大家的人事成本都提高了 組建了一整支的二隊 也有再多請個二隊教練 還請了賽訓總監 MSA 然後加上一隊的人事成本也都大大提升 因為去年第一年嘛 他們前一年都不是職業選手 算是二隊選手嘛 剛開始來到職業隊 他們的薪水自然也不會如這個 一些厲害的選手來的好 所以第一年的薪資其實是 對我來說比較輕鬆一點 第一年我記得人事成本七百六吧 沒記錯的話 第一年人事成本七百六十萬 然後獎金我就發了快要接近一半了 對但是今年大家的人事成本拉到 我記得破好像一千一還一千二 今年人事成本直接多了四五百萬 對阿多在哪大家自行想像 其實壓力蠻大的 但是整體的花費沒有比去年多 我年底應該會再做一個財報的公開啦 對但是目前已知的現況是跟去年差不多 因為今年的產品又多了一個嘛 另外就是能量調 然後加上口罩整年來的行銷也跟去年一樣好 就是口罩沒有因為今年的比賽成績比較差 幹嘛就是有優所下降 其實沒有 這是讓我比賽期間大家成績不理想 唯一的一個安慰 所以今年雖然人事成本高了很多 但是因為今年獎金也發得少 因為成績 對就是你知道 但是就其實還是跟去年差不多 因為人事成本基本底薪就提高很多了 所以算是跟去年的開支差不多 就維持在一個平衡點 那剛才有講到周邊產品嘛 那明年有打算推出什麼樣的產品 或是今年的第四季有沒有打算推出什麼新的產品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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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話都不能說 我先講 如果不能說你再檢調 今年Q4或明年的季初 會推出一款很厲害的衣服 跟一個非常非常知名的動畫 大家已經有看過的動畫 的聯名款 還有更多透露 還是只能到這邊而已 到這裡差不多了吧 很知名的動畫應該沒有多少的 大家可以真的期待一下 這個產品弄了好久 其實從春季賽就開始在規劃了 本來是想說在今年夏季賽 世界賽的時候推出 不過因為那個動畫 原廠授選那些真的非常嚴格 跑了很多很多的流程 所以拖到今年的Q4或者明年的季初才會上市 請大家到時候也務必要多多支持 好 最後一題 也是去年的最後一題 是 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 我去年了 最後一題 對對對 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問這一題 我其實已經忘記了 沒有沒有 我知道 就是我想問你 今年這樣一整年下來 你快樂嗎 You happy 很痛苦 我去年的答案也是差不多 真的喔 對 去年答案也是很痛 為什麼 去年為什麼 八成是痛苦了 兩成是快樂 你去年回來大概就類似這樣 痛苦的我很快就忘記了 所以去年是痛苦的 這我相信 今年也是痛苦的 因為 今年感覺 戰隊不在自己掌握之中 我請Mersick來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 我不能接觸選手 因為Mersick覺得 如果老闆直接接觸選手 選手給的反饋可能會很關腔 或者就是 可能我會影響到選手的 一些心態或怎麼樣 反正他就是希望可以 你層層的上報 就是 我有什麼問題 跟他講 然後 Mersick在跟教練講 教練在跟選手說 他希望透過這個方式來溝通 而不是我直接對選手 因為我直接對選手 例如說 欸幹 撿貓啊 你給我過來 還是邱子軒 你給我過來 你媽打什麼雞吧 他們可能壓力會很大 可能會崩潰或心態炸裂怎麼樣的 因為畢竟我是老闆嘛 我可能可以隨時 要他滾就滾 他認為透過他來跟選手溝通 會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當然 我的個性是看到有問題 我就這樣 欸 你這個怎麼 就是 有一句台語叫做 手很賤 就是 我一看到有問題 我就會去弄 如果說我今天覺得有問題 我要說 欸 那個Mersick 不好意思你跟那個 非你說一下 教練再麻煩你跟那個選手 然後我說 天啊 我會吐出來 我會覺得那個東西 一直在那裡是歪的 所以其實今年一整年 我是很痛苦的 看著戰隊就是 一路 鞭駁的走過來 就是連一些後段班的隊伍 都常常打說 很痛苦 但是因為 根本是有打神協議的嘛 就是 其實他願意過來幫忙我 我很感激 所以 跟他弟友好的事情 我是絕對不會越界的 所以今年變成說 我只能 旁觀我的戰隊 大家直以為講 我春季賽是 很關心他們的 我會 轉波特每一場比賽 因為我復盤就是 我就看到 我有話直送 我看到打爛了 我就直接罵 對 然後搞到最後 很多人會說 我在公審選手 在蹭流量或幹嘛的 然後我就想說 有人會一年花一兩千萬 來蹭流量嗎 那我去買機器人就好啊 一直被人家公審說 我在公審選手 但其實我認為啦 這是我 跟選手 交流的方式 因為我沒有直接去找他嘛 透過教練去講 又覺得 脫泥帶水的 而且感覺有點干預 我其實心裡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其實是 以一個觀眾的心態 去表態說 這個人怎麼打這樣 這邊應該怎麼樣吧 那加上 因為是我自己的隊伍嘛 我覺得 我說他們什麼 也無可厚非 就是其他隊伍講話 我可能會稍微保守一點 因為畢竟是人家 人生父母養的嘛 對那這個隊 起碼是我自己養的嘛 我講話 比較苛苛一點 求好心界 我覺得 應該也問題不大 但是 在整個春季賽 其實造成了 不曉得反彈 就是包括有一些選手也覺得 我開著直播 講他們 很受傷嗎 因為是文藝跟我講的啦 是很多嗎 蠻多的 我想起來啦 我想起來 他們覺得 他們打的爛是事實 但是他們沒有必要承受這些罵 就是因為我轉播罵 把他們的爛給放大了 所以導致很多粉絲去 罵他們 噴他們 所以他們覺得 因為我的轉播 承受了一些無望之災 但是 你如果怕被罵 就不要當選手 因為當選手被罵 本來就是 你工作的一部分 因為我關心這個戰隊 對吧 誰一年花2000萬不關心 春季賽 我是直接現場轉播 打得好我就吹嘛 打不好我就罵啦 難道我今天當一個老闆 打不好 我還說 沒有 他們其實很棒 他們都很乖 只是交到壞朋友了 這場沒打好 難道我要這樣嗎 我也不是說 我故意轉播他們輸的比賽 是我就看著現場直播 又或者說有一些 真的打得很難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什麼 打球果 打球果那個就是觀眾 一直洗 叫我一定要去看 等於是你們一個奇葩操作 影響到我直播 我觀眾全部都在洗 叫去看球果 一來是觀眾洗平 二來是我自己 也真的挺好奇 那我就去看一下 然後他就 救護車有沒有救護車 就是你看到那個操作 你會 你一定會有一些 奇怪的反應嘛 對那這樣也變成說 我在攻擊我自己的選手嘛 有時候常常風箱會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今年 整個過程很痛苦 就是看著自己的戰隊 一直落在中後段 然後又 無能為力嘛 好像我就只能負責出錢跟被媽 去年應該是 非常的忙 忙得很痛苦 但今年就是 鼓勵感 非常的重 之前有提到 特哥你這邊有提到說 要讓貓安笑在電競圈嘛 特哥你這邊的想法 因為大家其實蠻多人 會對你之前那個言論 有所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是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是當下我在直播嘛 然後有人跟我說 我的選手 在打世界賽期間 洩漏情報 給朋友去遷讀什麼的 然後我看到那個爆料截圖嘛 我看一下那個 對話的大頭貼 確實是剪貓安的大頭貼 我當下認為他有射賭 我所謂的射賭就是 他們有對價關係 就是他真的自己有 有在賺錢啦 靠這個賭博賭盤去賺錢 所以我說他當下消失在電競圈嘛 甚至我懷疑他有打假賽 我當下是這樣的情緒說 當下消失在電競圈 但是後來 後勤把他手機扣下來嘛 然後把所有的對話紀錄 APP網站都翻一遍了 就是找不到任何他有下注的證據啦 反正最後Rail的調查就是說 他是確實有涉及 洩漏戰隊情報 但他不是射擊牽賭 所以那個嚴重程度是不一樣的啦 今天如果有人說什麼 你媽被人殺了 第一個反應 我一定把那個人殺了對吧 你們第一時間反應是這樣嘛 但是最後了解一下 那個人是過時 不小心把你媽撞死 他不是有意的 就我覺得是兩回事啦 所以後來我 我釐清整件事情的真相之後 我還幫貓安講話 因為大家都在罵他打假財或幹嘛的 那對我來說 他只是一個18歲的小朋友 高中剛畢業 第一年打比賽 那雖然他確實做錯事了 而且我是整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 我花了一千多萬 辛辛苦苦一整年把他們送出國 然後最後的成績就這樣沒了 甚至取得這麼個好聽的Beyond Gaming 在網路上被人家取笑是Beyond Gaming 就我覺得我是個最大受害人 我都願意為他評伴 大家應該聽得進去我說的話吧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在 跟國際賽事相關的東西 都是禮盲的 就是你沒有贏 你就是垃圾 只要找得到任何一點 能夠踩到你痛出的 我就要踩死你 我不知道這個是源自於 我們一直被中國欺壓的那種自卑感 還是怎麼樣 就是只要國際賽事沒有辦法 發揮出超常的水準 或怎麼樣 那些人就要被狠狠的鬥死 我覺得這種心態是非常不健康的 就他就只是洩漏戰隊情報 而不是遷堵 這分明是兩回事嘛 所以我當時選擇站出來 我維護茂安的權益 就是我跟大家說 現在的情報真的真的只有 洩漏情報 他沒有遷堵 沒有對家關係 沒有打假賽 當時我的說法是這樣 然後就被 噴的饅頭包 這種垃圾你還讓他回來 輿論風頭全部都在我身上 我明明是受害人 就是我媽被他不小心撞死了 然後我還要被社會檢討 我覺得我有點無辜啦 但是我當時的說法 第一時間嘛 很氣憤 我說讓他滾 那第二時間了解情況之後 我說今年毀了 那 你不能幹嘛 今天我不是哭一哭 罵一罵貓安 我的世界賽就會回來嘛 就已經沒了嘛 那希望他來年 好好反省 如果有機會 可以替自己贖罪 然後 現在貓安回來了 我給他機會贖罪 又說 你不是要讓他滾嗎 就是說我 天山倒是幹嘛 但其實沒有 我就死中如一嘛 其實情節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我把 話收回來一點 給他一個改進的機會 因為我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有值得被原諒一次的機會 那當時對我來說 冒犯就是犯了一次錯嘛 我願意給他一次 再被原諒的機會 就僅此而已 因為每個人都有犯過錯嘛 包吶我也犯過錯啊 對吧 人非聖賢 贖能無過嘛 不要找到一些 好像可以欺負人家的點 就要一直站在那個 道德的高丘上 一直去攻擊人家 我覺得這樣 也不會變好啦 就是把別人踩在腳底下 不會讓你的生活變好嘛 那你一直持續做這種行為 有什麼意義勒 好啦 就差不多是這樣 要罵繼續罵 好 留言區 歡迎 OK 我猜你必須準備要死 好 那今年還是特別感謝 戰隊的很多粉絲 很關注我們的比賽 雖然今年的例行賽打的 不怎麼樣 然後今年我個人覺得 我在管理的方式上 也有一點瑕疵 對 那希望明年都可以 把這些事情改進 然後變得更好 感謝大家 我們年底財報見 掰掰 要不要緊財 我們要不要緊財 我們要不要緊財 你會見到 你不要緊財